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金章好 英里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金章与英里的对谈 这是属于原主义 本质主义的一个 其中一个个人品牌 金章是来自高雄 它有很多独特关于哲学 宗教 跟一些心灵方面的想法 所以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你有没有好好观察自己 那这个如果 就是可以 就是请金章稍微描述一下这个的背景好不好 好的 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加入新的观众 那么就替你复习一下 上一集最后 为什么会讲到说 印象深刻的午后 然后这一集是讲到说 你有没有好好观察过自己的经验呢 上次有讲到嘛 就是大概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还是小学生 然后就是在一个 呃 应该是 夏天吧 反正高雄如果有住过的 朋友 那个一年就是只有夏天 夏天夏天 然后还有比较不冷的夏天 没这么夸张 就是说基本上高雄就是 都都都蛮炎热的啦 但是会有雨季啊 没雨季 然后台风来会下雨 那基本上高雄应该都是充满的阳光 所以我们高雄市民一向都是温暖阳光热情 那那个午后的天气基本上是晴天 所以不是什么阴霾的 有云的 基本上就是晴天晴朗 然后呢 我记得是三四年级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有说过 因为那一个那一间教室的地形 就是基本上我我对我小时候的印象 还都蛮有记忆的 就是我一二年级 教室地理位置是在哪里 然后三四年级在哪里 五六年级在哪里 我都还蛮有印象的 因为那个教室的印象 就是三四年级那个时候的印象 然后呢 窗户嘛 我们那时候 的窗户 基本上有分 比较中 就是说一般人站立 大概 站立可以摸得到的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大概平常可以打开 另外会有比较高的窗户 那个就是气窗在换气用的 那甚至有的在距离地面也会有窗户 但是可能现在比较少这种设计 因为以前学校嘛 基本上教室就是学生人多啊 所以他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窗户 需要比较多开窗的面积 因为以前冷气不普遍 对 那个是现在才有冷气啊 各位听众朋友 以前冷气是很贵很贵 是奢侈品 学校是不可能会有冷气的 学校会有冷气的 除了像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什么什么会议厅啊 放电影的播放室 或是像电脑教室 一般的教室 不可能有冷气 所以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 所以当然所以没有冷气 那里人多啊 那就吹天风上或通风 比较好这样子 好 那那个是下午 然后上课上课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 就是你会有一种力量吸引你 你去看窗户 但是我们看窗户通常就是会看 就是中间那一排吗 因为中间那排刚好是可以看出去 就是校园的景色啊 因为我们的教室是在一楼 所以正常你如果想要发呆啊 看景色看风景应该是一看 中间那一排的窗户啊 但是我不是 我是看最上面那排的窗户 那你看最上面那排的窗户吗 你想想看 大家想象一下你坐在教室里面 头抬起来看上面的窗户 那你窗户基本上对应出去 一定是一个阳角嘛 因为头是抬起来 是一个阳角的角度嘛 那阳角角度出去就看 就是看到天空啊 除非你教室外面的天空 有被其他的楼层啊 或是刚好有什么遮蔽物啊 有树啊挡道啊 那没有啊 因为我们外面就是蛮空旷的 所以就是直接看到天空 那 那不晓得大家那种经验 就是有时候出去外面玩啊 或是踏青啊 或是你在野外 你去看天空 哦 当然这时候天空不能有太阳 紫色不然你的眼睛会受伤啊 就是说你看远 或者说你看一个很远很远的远处 啊很远的远处 基本上就是天空最远 因为你如果在平地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视线阻挡 嗯 对 因为台湾的地形 你很难找到一个广阔的平地地形 然后一望无际 我好像在台湾没有看过这种地形 嗯 除了在海边 海边你如果看海 可以一望无际啊 太平洋 但是你旁边总是会有些建筑物 或是有时候海浪 嗯 那你看天空如果是晴天 没有什么风 没有什么云 基本上你天空的颜色就是蓝蓝的天啊 你你没有什么云 所以你那个景色不会太改变 啊 所以我就我就是这样子 哎 上课上到一半突然有一种 那就是一种好像 感觉是有人在呼唤你吧 那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清楚 因为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哦 其实我上课是很认真的 就是我我印象中啊 我我直接从幼稚园开始 嗯 我不是那种上课会什么调皮捣蛋啊 或是什么 我只要上课 嗯 那个老师讲 我就会很认真听 嗯 不晓得 我就只有这种习惯 然后呢 也也不会打瞌睡什么 有的人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的同学有时候上课 就会打瞌睡 我会啊 我会啊 我可是我不会呢 除非真的很累 可是你想想看 小学生呢 有什么机会很累 你也不可能熬夜 加班什么 你再怎么累 顶多就是 前一天 我比较晚一点睡啊 但是那个都还好啊 也不可能多晚睡啊 你也不可能熬夜 那时候小学生你也不可能熬夜 熬夜干嘛 打电动 没有机会啊 你那个小学生根本是被压制的嘛 9点10点 爸爸妈妈就叫你去睡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太可能有那种很累很累的那种机会啊 所以 我的印象中 我我上课其实都蛮认真的 不太会有那种什么打瞌睡啊 或是不想听 然后 所以为什么我那这个印象会有什么 就是说 你上到一半 然后 你就突然 转头 看外面的窗户 简单说 这种动作对我而言是很特殊的 很异常的 很 很 很奇怪的 尤其是你要转头 你还觉得有一种就是 就是有人叫你看的那种感觉 你就看 看着天空是不是眼睛到最后焦距就会 你如果一直看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个眼睛的焦距会有点类似 那个那个 他就散乱掉了 那个 不懂这个原理可以去问一下眼科医生 如果我不想问你就自己试看看 这个应该是蛮 蛮普遍的经验 然后呢 事情就发生在 我这样看着 看着教室的气窗 气窗外面是窗外的蓝天 蓝天看久了焦距 混乱 或者是焦距 他就失去调节功能 那这时候眼前会一片黑 就是你就看不到东西了 然后你看不到东西 你通常都眼睛闭起来 或是头转一下 眼睛眨眨眨眨 其实就好了 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我突然呢 就 想起来了 或者是说 有一有一种声音 或者是说有人 就好像有人跟你说 你应该这样做 那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今天的主题 你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或是说你可以认真的观察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说 你应该开始练习 你专心的观察你自己的身体 的感受 等等这些 这些很多东西 他就 他就会很自然的 就等于说我好像在那一瞬间 就突然 你说想起来吗 或者是说就突然会了 会了这些 我以后要接下来 就是以我以后会做的事情 我就自己突然会了 那会了怎么办 我就我就这样自然的做下去 那这时候 可能听众朋友们 还是会问那个老问题 你怎么都不会 比如说你怎么都不会去问一下 别人会不会这样或什么 其实我还是那一句话 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 因为你会做 你就很自然的做 就好像你会呼吸 你绝对不会去问 你就很自然的呼吸 你绝对不会去问别人 你有在呼吸吗 你会呼吸吗 你的呼吸顺不顺 就是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从小到大 你有问过你旁边的人说 为什么我会呼吸 你也会呼吸 或者是说你呼吸的顺吗 因为你呼吸的很顺啊 你没有遇到过缺氧 或者是说 你对于氧气 你如果没有一个 没有我们后来教育的知识 我说地球的大气成分啊 氧大概占了19%多啊 那我们就算20%嘛 五分之一嘛 那我们 因为我们这种哺乳类生物需要氧气啊 吸入氧气 呼出二氧化碳 然后氧气在体内行 那个 应该算燃烧作用啊 就是把糖加氧 然后产生能量 排除退物 所以氧气对我们很重要哦 老师就会说 那你 那你会呼吸 就是因为有氧 如果没有氧会缺氧 那是因为后来我们有这些知识 我们才会觉得 诶 能够呼吸是一件 诶 特别的是 因为你在外太空没有氧气 不能呼吸啊 你在水里面 水里面的氧容量很低嘛 你不能呼吸 嗯 或者是你在一个有毒气的地方 你可能呼吸没多久你就挂了 因为空气里面有一些毒素 对 那如果你一直都能够正常的呼吸 其实你不会觉得呼吸 这件事有什么特别 来 你就跟我一样了 我不是说了吗 就很自然的 头脑里面 就会了这些东西 那我就自然的做啊 那 我再没有人跟我讲 你做的这些东西 他可能有什么原理 什么什么 我都是这样做啊 我也不会觉得 我也不会去注意到别人 有没有这样做 反而我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理所当然的 对啊 各位想一下那一种 我去除那个情形 那当然你后来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慢慢长大 你才会开始发觉 哎 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 就是我指的嘛 小时候三四年 然后看窗外的天空 然后眼睛失焦 想起一些东西 然后开始练习观察自己 我后来才会发觉 哎 这件事情好像不太一样哦 而且 好像 跟一般人 有时候 你在相处互动 或是说讨论的过程当中 发觉他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 嗯 因为一般的人好像 不太会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 嗯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更深一点呢 叫做观察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是第二哦 已经更深入了 那有办法观察自己 或是说 或是有人会说嘛 现在我 现在我听到有一个名词 或是现在我听到 我曾经有听过一些类似的说法 叫做跟自己对话 嗯 你知道吗 一些心灵重书 常常会说 哎 跟自己对话 超越自己 挑战自己 对 哎 这个作者蛮有名的 我只是举例一下 举例一下 这个作者我也蛮佩服的哦 好 类似这种 心灵重书很多嘛 什么与自己对话啊 像这样子 理解自己才能战胜自己 然后什么 其实全部的过错 都是出在你身上 类似这种的嘛 所以会有这种与自己对话 可是与自己对话啦 这种我基本上把它归类为在 观察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观 观察自己内心的想法 那这是第二嘛 那如果能够做到第二 我觉得就很不容易 再来第三 你有办法去 有没有办法去观察自己 深层的心事作用 或是心事的运作 这个心 这里的心事就是心就是心脏的心嘛 或是心情的心嘛 那是就是我们通常把它 我们用的字就是那个认识的事 或是意识的事 那如果要翻成英文大概 我只会翻成Mind 我只会翻成Mind Mind合适吗? 心 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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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Mind 翻成这个字合适吗 Mind I think 可以变成 可能比较像是 consciousness Mind Mind 比较像是心情 它是那个情绪 我们一般在讲 心智 在讲心智跟身体的分别的时候 会是用那个字没有错 Mind 它比较一个生理状态上的字 它其实是有点初向 对 我们常在讲 So So Mind 就是这三个东西 其实 到底它实际上的定义是 怎样 但是你可以 可以用那个字 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对啊 所以 因为 大概听我们听众 应该都是 中文观众吧 嗯 外国人 应该比较 早 但是还是讲一下 好 那这就是我说的 观察自己 的一个 的一个 等于说一个起头 啊 所以 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 印象很深刻呢 就是因为 第一 我上课 不太会 所以那一次 窗外 这个动作 哎 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 因为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自然的 会 自己的去观察自己 哦 那当然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样的延续 啊 所以有 有的时候 那当然是 哎 后来慢慢年纪大 现在你去 你去 有时候去 回忆以往的 有点类似像 哎 你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 类似像 思考吧 或是说做一个 那 该怎么说呢 有时候你去 去推想这个过程 哦 这是一个令我很记忆 深刻的点 嗯 就在那时候 我就 我就会开始很 就是很自然主动的练习 观察自己 这件事情 那 那 那再结合 就是说 嗯 因为我 如果是 新观众 因为我 可能没有 不晓得 我在说什么 如果是比较旧观众 知道 因为我前面有讲 我很 我从小就有一个很 很自然的习惯 就是会让自己维持一个 一个 固定式的 频率的动作 或者是说我做事情 会习惯让他 有一个固定的 重复的模式 那我以前有讲过 我现在大概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走路 大概就会走固定长度的 步伐 然后呢 比如说走楼梯 走楼梯就是 左脚右脚 左脚右脚这样爬 可是我会习惯 比如说 我会习惯 比如说1234 等于说我会在心里 会有一种 莫属 1234 1234 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说 呃 或者是说像 呃 基本上 小时候走路 走路 是 最 走路是最明显 因为你走路就是 你要一直走 那如果 平常不走路的时候 比如说你坐着的话 就有点类似这样 你就坐在那边 然后你就自己 莫属嘛 比如说1234567 到了7 就在1234567 那我有发觉一件事 你如果数的越长 就是你那个数列越长 那个词就没办法持续太久 比如说12345678910 你在念 你如果念的太长 你就会容易分心了 我所谓的分心就是 123456789 哎 然后哎 又 就就忘了数十 或者是说123456789 这时候刚好有人叫你 哎 你就 你就被打断 那如果你是 比如说123 1 1当然最简单 从头都1 所以不需要用1 比如说12345 12345 那个数列越短 你这种专注的程度 你就可以持续的越久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 今天就12345 12345 我今天有时候想要挑战 1234567 12345678910 这样子 如果今天觉得没有那么专注 自己那个数列 我就会把它缩小一点 如果都没有办法很专注 那就继续尝试啊 不然的 除非有其他的活动 除非比如说 现在要上体育课了 可是体育课你即便在动 内心还是可以这样子数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 你有时候可能你是体育课 你如果单纯跑步最简单 12345 12345 就这样跑 可是有时候如果不是跑步啊 是你可能要做一些球类运动 或是复杂的活动 比如说小时候最最常见的就是打抖壁球嘛 打抖壁球就是要跑来跑去 要接球 你拿到球要攻击你敌对的人这样子 你就比较难维持 可是你慢慢的练习也是可以 或者是说你就短暂的时间 你有时候在躲球的时候 但是那个比较困难 简单的说 我要说这个东西是为什么 是要说明 或者是说提供给 如果你也对于心灵有这种兴趣 你会发觉 我们内在的心灵活动 跟你外在生理的动作 其实是会有相关连结 有人会说废话不就是这样吗 你外面在做事情 当然你内心就不太可能专注 我说对啊 可是 这一句话 请问在场的听众 有几个人是真的去练习证实这件事 来各位在听 你在听一下我的说法 你可能觉得我讲的东西没什么 可是我在讲 有几个人 真的会身体力行的去实验 所以 当你身体的动作越多越复杂 你内在的心事活动 就比较难控制的很精准 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用经验 或是说我们说的都是一种结果 就是说 譬如 你要认真读书 你想要背一个单字或背一个句子 一般人 通常就是这样一直念 有的人习惯 可能就 你把他念 念熟了之后 他就可能在外面走边走 比如说他可能绕着走廊 或是绕什么 就要边走边走念 挺多这样而已 你如果叫他一边 你如果叫他 右手端着一杯水 左手拿着一个乒乓球 还要在那边打乒乓球 然后左脚右脚还要再跳舞步 你叫他背 你看能不能背得起来 各位 你体会一下我讲那个情形 右手端着一杯 那个装满了水 所以代表你手要很稳定不能晃 晃了是不是水杯的水就会滴下来 那你左手拿着一个乒乓球拍 或者是羽毛球拍也可以 或者是网球拍 你就让球在上面 你如果有 会打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的人 有经验 你就拿着球拍 要球在那边一直弹 那你要看能够弹几下 就是球不要掉落 球不要离开你的拍面 这样子 应该听得懂 这应该是蛮 就是有打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应该都会 有做过这种动作 好 那你知道两只手是不是用完了 还是两只脚 两只脚 不是叫你站在原地 叫你譬如说 就像那个我们说跳舞吗 有时候 左脚动右脚动 有时候两脚要交叉 有时候往前走往后走 转圈 你试试看看你在这种程度 你能不能把 把类似英文的单字 或是你要背什么东西 你要把它背下来 听得懂 听得懂我说那个意思吗 我们内在的心灵运作 跟我们身体的外在的这些动作 它会有相关联 简单的说你外在的动作越复杂 你内在心灵的那个活动就不能太复杂 就简单说可能要稍微的越简单越好 甚至你要达到一个很 你要把它有点类似 把你的集中力凝结成 或是我们说把它凝结成一个很 专注的点这样子 那当然了 你的 身体外在的动作 你如果越少 甚至你就是 单纯的站着 或是单纯的坐着 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动作越静态 你内在的心是那种复杂的 运作的程度 它就可以越复杂 当然你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如果在你的身体的外在的动作 是很静态 然后呢你要练习 把你内在的心事活动把它很集中 当然也可以 简单的说 就有点类似 你就想嘛 人的能量100 那你如果100 身体的动作很复杂 你的很多能量 你很多的专注力 都用在身体的动作 那你剩下你心灵可以运用的部分 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你就第一 你可能专注也没办法很专注 你可能要复杂也没办法很复杂 那再来你如果身体外面的动作 很静态 或是说几乎就是不太动 我刚刚讲的嘛 你可能一个站着 或者是安静的坐着 你可以身体的能量 你就可以很多 运用在内在心事的运作 或者是控制上 你可以把内在的心事 把它运作的很复杂 你可能在想 我可能要 比如说举例嘛 你可能是一个编剧家 你一个作家 你可能想我要创作一部什么东西 那必须可能要哪些主角 哪些场景 他们中间要哪些对话故事的情节 你是不是想得很复杂 那你如果 你不是要想得很复杂 你说好 那我既然我 我没有想到 那我如果试着把它练习 我把它很集中在一起 我要练习 我很集中的那个状态 也可以 因为你身体外部的这些 活动行为 你先把它暂停 你等于说大部分的 你的专注力 你大部分你的 能量吧 你都运用在心事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是会互相影响的 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 有几个人是 真的会有实际体会 并且去练习 体会可能有 体会就是像我说 可能今天 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 你就会想 我如果 我如果外动作很多 我的心里就没办法维持太专注 或是太怎样 或者是说 你每个人都有在学习 一些技能 或是说你有在学习一些才艺 比如说学书法 当你在学书法的时候 基本上 你是通常是坐着或站着 初学者通常是坐着 不可能站着机会比较少 那你在练习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觉 哎呀我怎么都进不下来 你可能会偶尔会发觉 我的身体的动作跟内在的心灵 可能没办法控制的很好 但是你只是发觉到结果 那当然 你如果有长期的练习当中 你就会有体会 这时候每个人体会 就是每个人的心得 那当然你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你可能写书法的程度也会变好 那代表就是说 你身体的动作跟你内在的心事的运用 你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完美的转换或搭配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写书法 一开始是模拟 一定是写各种 各种有名的人的书法 一开始先模拟 可是写到最重要要什么 你要写出自己的风格 对不对 如果有办法 所以我们会怎么说 那一开始是写 写某某家某某家 写到之后 你如果有办法写到你家的风格 代表你是一代书法大家了 如果我写一写 以后有一种叫做阿章风格的书法 哇那我成功了 嗯 通常 大部分都是没办法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模拟 模拟 写得漂亮 模拟的像 去比赛就可以 再来 你写书法 有自己的字体之后 重要的是那个吗 不是 更深一步 你写出来的 你有自己的风格 写出来你的文章 那你的文章的意境 能够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甚至你可能写了一篇千古绝文 或是你创作了一首 我们说千古绝句 律师 类似这样子 律师不是罗伊尔是 有排绿的诗 有排绿的诗词 简称律诗 不是罗伊尔 律师吗 或是绝句吗 或者是说你写的是散文诗啊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 大概到达一个书法家 或者说一个 一个 文字创作者的一个 大概算 这已经算是一个最高境界了 你能够有一篇文章 一首是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你如果 用书法写的 当然更加分啊 这样 所以是这样子 嗯 对 所以 嗯 我自己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练习呼吸的时候 是 必须要 我通常会练习 不对称 不是不对称 就是不相互影响的呼吸 就是所谓的 呃 内部的呼吸 跟外部的呼吸 呃 我先把它分开来 那这样子我的弹性才会跑出来 呃 虽然 我可能 我可能 我的内呼吸 还是会被外呼吸影响到 对 这个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 你刚才讲这个 在日常生活里面 觉得 呃 可能大部分状况是 是外部的 呃 行为 呃 影响到内部的状况 对不对 没错 因为一般人 不会很去专注的 就像我之前讲的 一般人不会很 很 就是说 专心的观察自己 那观察自己 第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是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 呃 一般人不太会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 那有人说 有啊 我如果肚子痛的时候很痛啊 我头痛很痛 那个是很粗略的感受 我现在指的是 你 你有没有很仔细的 很细微的 很 呃 很细致的去观察你身体气部的感受 有人会 那有人会 说那你证明了 来 我讲一个 请问 你能不能观察你的心脏在跳动 嗯 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标准就好了 嗯 有人会说 你心脏 我心脏 我心脏本来会跳 要干嘛观察啊 不是啦 我们现在就是在讲嘛 你能不能观察得到 你心脏有在跳动 比如说跳动一下 两下 三下 这样子啊 很 很 就是 嗯 嗯 嗯 其实我问过很多人 你知道吗 目前为止 我问的人 嗯 好像没有一客人 可以给我说 有他有办法观察 嗯 我想我也没办法 就是说 呃 当然呢 有人说 我运动有啊 ắp sap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跑步一下 就会跳 阿呦啊 普通普通普通啊 ロôn 我現在講的是,你在一個比較靜態的狀態 譬如說,現在我們在講話 你可不可以一邊同時觀察你的心臟在跳動 或是說,你能不能先講,你能不能感受得到 你心臟有在跳動 我所謂的感受就是,一下 兩下 三下 一下 這樣子 更準確的更仔細的去 去 等於去 感受他 的 完整的一個 一個行為這樣子嗎 是很難完整的,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心臟的那個 那個那個,我們心臟有 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 其實他一次的 完整的 收縮 是 是有分層次的 那我目前,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觀察到 現在是 那個 左心室,收 收縮,又心房放,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至少你看喔 我們 你如果有 有帶過那個停診器 就是 醫生 醫生護士不是都有那種停診器嗎 你拿來貼你的心臟 你 或者是說有時候電影嗎 電影常常會演嗎 或是恐懼片 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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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跟你說 心跳真的是這樣子喔 所以有時候電影演的東西他其實是某種程度反映現實 只是這樣子 可是 你如果沒有觀察過或是你聽過 你不會了解電影 為什麼每次只要是那種恐怖時刻 或者是什麼他就會動動動動動動動 因為你用停診器或者是說可能可能有時候醫院有一些儀器嗎 你聽起來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感受到的心跳也是真的就會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 然後呢 甚至他會有一種 震動的撥出來 就是 物理學員你只要有震動就會產生撥嗎 那你心臟跳動一下是不是就一種撥 你就會覺得說在你的 在你的心臟 就是說 我們正常人心臟是在那個 中間偏左嗎 就是說你如果 身體把它左右對稱基本上在中間偏左你就會感覺在你的體腔內 因為心臟是在你的體腔內 有一個 你會覺得他那裡有一團 一個一個 一個算是 遠點或是中心點或是說起始點 那你那你一團 跳 譬如說動動一下 動動一下他是不是就會有撥動 撥動就從你的身 身體的那個 中間偏左 的胸腔裡面 然後就往四面八方的擴散出來 那因為他在左邊嘛所以第一個是接觸到你的左手臂 因為他離左手臂比較近 那種擴散的波動那種 震盪那種感覺 就會往你的左手臂擴散 那你胸腔 這你當然就會往 往下就往腹部嘛 那往上就會往你的類似 脖子緊腹吧 那往右邊就會先往你的右邊的胸腔然後右邊的手 對這樣子 嗯 對啊 這個是我講的啊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啊 那各位你可以試看看你能不能有這種經驗 或是你能不能觀察得到 觀察得到這樣子 這樣就比較 是比較 比較細緻的一個 一個 經驗描述 對 對啊沒錯 沒有就是一種 我實際的感覺的經驗 然後我就是把我的經驗講給大家聽了 我可以觀察到這樣子啊 甚至有的時候 那當然你越專注的時候 你可以越 就是說你越 我剛剛講啦 我為我剛剛為什麼前面講 身體的動作跟內在心靈控制 當你越專注 譬如說我這裡的專注 你可能坐著不動 你就會感覺到那一個震動 更明顯 然後那個 它裡面更多細微的層次 是啊 甚至譬如說舉例嘛 你的當你的手臂接觸到震動 你是不是 手臂的震動會傳傳達到你手臂的皮膚 對 沒錯嘛 手臂是皮膚嘛 除非你是外星人 手臂是皮膚嘛 皮膚通常有汗毛嘛 對不對 你甚至可以感覺到 你手臂的皮膚有震動 那代表你手臂皮膚的汗毛也會跟著震動 那你手臂的汗毛震動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很多毛 當然 不是說我的手臂很多毛 就是說你如果把它放大放大放大 用顯微精子放大你會看到 那個皮膚的汗毛就會 它就會變得很 再怎麼說 你如果一直放大你就會看到有皮膚的表面 本來一小片的皮膚嘛 變得很大 它上面有汗毛嘛 就會有很多汗毛 皮膚上 很多汗毛如果在動的時候 這 各位注意喔 我為什麼這裡停那麼久 很多汗毛在動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感覺 它有一點類似 那一種 你在撥打空氣 聽你的意思嗎 你想像一下 你把你的手拿起來 這樣 你就是手掌啊 你把它手掌 伏止併喔 然後你這樣 快速的擺動 那你手掌撥了空氣 空氣是會流動 好那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根手掌 都好像是你的汗毛 我剛剛講嘛 是不是 心臟的撥動 傳到手 我左手的手背會比較快 啊手背的那震動會傳到手手的皮膚 啊皮膚有震動汗毛是不是就會跟著震動 那有那麼多 成千上百根的汗毛那麼多震動你就想像好像有很多的手同時在 左右搖擺 那這樣空氣是不是就會有一種 一種 空氣也會跟著被你擾動起來 聽得懂我的意思 可以可以想像的 或者你就想嘛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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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譬如說像 那個以前 以前沒有電風嘛是不是老人家 或是 比較熱電會拿一把扇子 扇子有分折扇跟就是一支圓扇 那你 你那一根圓扇 你拿一根圓扇這樣一直上下揮 就跟你的手揮是不是空氣就會流動 就有風 嗯對那你想想看嘛漢毛雖然漢毛 漢毛的形狀雖然不是像圓扇 圓扇是不是 他中間會有一個圓圓面積很大 那漢毛就是基本上你就想像那個一根毛嘛 就是好了 就是一個圓 可是一根 圓柱體如果多了的話 你現在想像 很多圓柱體 是很多圓柱體撞的東西 數量很多 他一起這樣上下 震動或是左右震動 他是不是就會對空氣產生一種類似像 他就好像在撥打空氣 讓空氣有一種擾動波動 哦 沒錯 或者你換個角度想 我們高雄冷症嘛 所以有時候會吹那個開冷氣吹天風啊 那有的人不喜歡 吹冷氣他是不是開電風扇 風吹到你你是不是第一個 大家都說 一般人的感覺如果比較粗 他通常就是覺得風吹到我覺得涼 可是你如果感覺細膩你其實是怎麼樣呢 是你的漢毛先感覺到空氣的流動 為什麼 因為你的漢毛當然有的漢毛 有的時候是比較 服貼的有的漢毛是比較有的比較直立的 比較直立的 風當然一定先接觸到漢毛 但再來才接觸到你的皮膚吧 所以你如果在吹風 你有辦法感受到這個風 是一開始先 這個風 一開始是先接觸到我的漢毛 或者說身體表面的漢毛 然後再來才是風那種風風的流動才會去有點類似像撞擊到我的皮膚 如果你有辦法感覺到撞擊到我的皮膚 那基本上代表你對自己的身體的感受也是算觀察很細膩 風也是有一種壓力嘛 風也是風的流速也是會造成一種壓力嘛對不對 其實一般我們吹電風不可能會 大家有沒有看過 電影呢 我記得好像是成龍的吧 就是他們 探險啊 然後就什麼 到一個 可能是沙漠底下 還是地下基地吧 然後最後啊 你也知道老套啊 那種基地通常會 自暴嘛 或者說壞人可能 壞人要走了 要死之前說 呵呵你們不曉得 這個基地有自暴的裝置 現在我要把它按下去了 我們以前都會看這什麼爛片 講那麼久不會趕快把它解決掉嗎 讓他還有機會按下去 然後那個壞人就會說 哈哈哈哈我真的要按了哦 按下去 然後就滴 滴答滴答 嗚咿嗚咿嗚咿 然後那個 那個 成龍 我的主角就說天啊 糟糕這個基地快要自爆了 他們就跑跑 結果跑到地方沒有地方跑嘛 那裡剛好有一個那個 風洞實驗室的那一種 東西嘛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風扇呢 開得很大 開到最大 然後風扇就把他們 因為風扇直直吹 先吹到牆壁嘛 然後再更大就往上吹這樣子 好像是成龍的還是誰的 應該是成龍的 對 很早的片子 那你那個風很強的風 他最後一幕的那個鏡頭就是 那個風吹到他們臉 整個臉都看起來都會變形了 啊所以我要說的是風吹到你 你的 當然很強的風你變形可能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能不能感覺到 就一般的家裡的電風吹到你 對你的皮膚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有一種 感覺像風在撞擊你的皮膚 當然來你如果 感覺比較不那麼的 細膩就是有風吹而已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有辦法觀察再仔細一點 那個風其實是 你會感覺到那個風是在有點 按按入你的皮膚或是撞入你的皮膚那種感覺 就像你用手去按你的皮膚嗎 你的皮膚會有凹陷 那風吹到你就覺得你皮膚好像有產生一種凹陷 那因為這樣子是不是又有波動 那種波動或是說那種震波直接要從皮膚往你的 更深層的體內的組織啊 肌肉啊這樣往身體的 往你的骨頭那邊傳傳過去啊 嗯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從外而內 那最早如果是心臟的波動就是從內而外 我想一般人應該 很少會 觀察到這樣的程度 應該不容易 應該不容易 因為 至少 我 我 當然我也沒有說問過很多人啊 或者是說我也不是說認識很多 朋友的這種類型但是基本上我如果 有時候有機會我這樣問 我印象中很少有人給我回答 他光 就是說光是連能不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 大家基本上都是回答弄 嗯 可是我就會很 一開始我還會很好奇真的嗎 你感覺不到嗎 你心臟就在那邊跳就跳啊 沒有啊就沒有啊 你知道問了幾次之後你就 當你問了幾次都沒有你就會覺得 好像 可能大部分人都沒有吧 你就不會那麼的 隨意問嘛你就會下次你如果會問你至少會 挑選啊設一些挑選條件 我覺得這個人可能有機會可以感覺到 但是我一開始又不能問的太直接所以我就會很 旁敲側擊的哎你平常都做什麼休閒呢 他如果說啊我平常最喜歡的休閒就是看電動啊 打電動啊看漫畫看電影 那基本上我們就這個話題就到這邊 那如果哎今天遇到哎你平常都做什麼休閒哎呀我這個人哦 蠻喜歡 哎什麼什麼的哎這個好像跟你的頻率有點對哦 然後如果聽到說哎我有時候也會觀察自己 那你有沒有觀察過 你能感受到你心跳的跳動 工廠說哎好像沒有 嘿嘿 可能是沒有遇到吧我相信應該還會有吧總不能 全世界就只有我一個 觀察到心跳的跳動吧 這也太 太誇張了 這個 這個 這樣子 來再請英里說 對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是身體 感受身體的細微的 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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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 他跟 所謂的 情緒或者情感的 細微感受 他應該是有連結的對不對 喔他有很強烈的連結 那這個很強烈的連結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下一次的 我想一下 可是这样跳有点直接 或者是说我的经验 你从开始观察自己 因为我刚刚其实就有讲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观察身体的感受 或是说 这里的感受通常指的是比较直接性的 物理性的 譬如说天气冷 天气热 风吹 然后气温的寒冷 今天下雨比较潮湿 然后今天 今天是晴朗的天气 所以比较干爽 类似像这种比较物理性的变化 身体的感受 这个是我通常把它称为叫身体的感受 或者是说 哎呀我头痛 但是头痛 病痛 或者说我今天肚子痛 因为痛 比较像是在身体内部 除非你是外伤 你如果外伤很明显 比如说 切菜不小心切到手 走路脚踢到受伤 哪里割道撞到 打球运动 受伤 摔倒 或是走路跌倒撞到 瘀青受伤 这种比较表面的伤害 但是你如果是 我头痛 我肚子痛 它是比较在身体内部的 不管是比较身体外部内部的通称 基本上这通常是比较物理性质的 没错 我只要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一个具体的 一个一个 具体实在的一个状况 我通常第一 这是第一 我把它先粗略定义为 这是大概第一 就是身体的感受 那再来第二个 我有讲了 再来就是你那个 你有没有去观察过 你自己的想法 有人说想法 什么叫想法 那我什么想法 就读到的事情 怎么做 对啊 那就是一种想法 可是 我们人很常常都是一种本能性的 你看到食物 肚子饿了就吃 通常是这样 不然你不吃 要让他饿吗 可是 有没有人会 比如说 看到食物 然后说 我饿了吗 我不饿 或是我需要吃吗 这当然也会 就是说 就像我们说 你现在看了这东西 你要吃或不要吃 要吃或不要吃 他有没有健康 他是不是有机的 你就开始会有点想法 对不对 有的人比较不会有想法 有的人会想法比较多 这是第二步 就是说 遇到一件事情 你会不会开始去产生一些想法 然后或者 然后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还要去观察他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们假设我肚子饿 前面一碗 面或是饭 或是一个食物 那我们正常情况 通常就是说 那这个 肚子饿了先吃 那我现在讲的想法 就是说 你在动作之前 你先想一下 我现在肚子饿了 没错 可是现在眼前的这个食物 是我需要吃的吗 举例 他可能是 比较高油 高热量 然后我 譬如说我自己 这个健康不好 医生说你这个什么三高 软骨醇过高 然后体重又过重 你现在不能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你应该是吃 多蔬果 然后少淀粉 油糖 比较少的那种健康食物 我是不是会去想一下 这个算是比较粗浅的想一下而已 再来你要去 你可能要稍微有点类似 去注意一下 你的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那一瞬间 譬如可能看到食物 你第一个想法 我想吃 你要有办法去抓住 你那个想法冒出来的那个瞬间 这个稍微有点难 好 往前跳一点 一开始是 通常想法就是 有的人会把想法 他会把它误解为叫做知识 其实也没错 因为你的知识量够高 你才有办法联想这么多东西 比如说这个东西 你如果对于健康的食物是什么概念 你没有一个体会 那当然是有什么吃什么 真的 那我刚刚讲 比如说我可能想到 我这个医生说啊那个你太胖啊 胆口醇过高啊什么什么尿酸高 血糖高 巴拉巴拉什么都高 就是收入不高 所以我看 因为医生曾经这样讲 我看到这个食物我会先想 我会先第一步克制我肚子饿想吃的 刚才我先会想 他是不是符合我的健康 或者说我吃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获得到健康吗 这基本上是比较属于 叫做你头脑里面知识性的想法 嗯 可是我现在讲的是 比这个稍微再更深一点 你能不能去感受到 观察到你那个想法 或是说你那个念头 产生的那一瞬间的那个状态 我再讲一次 这种说法 可能大家平常不容易听到 你能不能去感受到 或是说理解到 你头脑里面 想法 或是那个念头 从没有到 产生的那一瞬间 这就有点难度了 譬如举例 我肚子饿 我先讲一下 我肚子饿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念头产生的是吃 我肚子饿要吃 你能不能去感受到 当你看 当你的眼睛 你的视觉一看到食物 你就捕捉到 你内在有产生一个念头 我肚子饿了 这个可以吃 当然了 前提在你家 你在外面当然不会随便吃东西 你在你家 可是我第二个念头 医生有跟我说 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吃 对不对 你能不能去 catch 你能不能去 catch到 你那个念头 产生的那一个 moment 简单说那个 moment 就是从零到一的 一 从没有到有的那一个状态 什么叫没有到有 就是说 你本来没有看到食物 所以你不会想吃 即便你肚子饿 但是你突然间你的视觉 少到食物 或者是说 当你有了那一个食物的第一个视觉 就是你眼睛看到那个食物的第一个念头 我肚子饿了要吃 你又没有办法有那一个足够强大的专注力 去捕捉到你的念头 本来是没有想要吃嘛 对不对 零嘛 我先把他 我先把这种状态假设为零嘛 然后你看到想念头想吃 所以从从没有要想吃东西到想吃 那一个瞬间 你能不能有这种 就是说你那个念头产生的瞬间 哎 我我我 i catch i catch 我抓到了 我刚刚产生了一个想吃的念头 那第二个念头就是 医生告诉我不能吃 糟糕 那第三个呢 天人交战嘛 假设那个念头是 那个刚炸好的那个鸡排 旁边又有一杯珍珠奶茶 这个 嗯 举这个是因为这个叫做 那个这个叫做台湾的那个国民点心 嗯 基本上大概只要 那个那个学生都有这种 哦 那个下课的放学 经过学校旁边的鸡排摊 老板我要一个鸡排一杯珍奶 对不对 嗯 类似啦 类似啦 很普通的 然后很吸引的 而且吃起来也的确蛮美味的这种 我们说一般的小吃嘛 我再来就天人痘症不行啊 吃了这个 比较不健康 但是现在肚子饿 又想吃 可是医生又说不行 是不是又天人交战 天人交战是不是又产生了很多念头出来 要吃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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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那边 哎 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些念头 如雨后春春般的这样冒出来 这是第二步嘛 那个内在的那种想法 第三 第三更深一层的是你能不能 去观察到你内在那种心事运作的状态 这就比第二个状态更深了 那这个就先检阅不讲好了 对我们可能 如果大家听了可能会 逃轰轰 对对 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可以 就是从这一个 所谓抓住念头产生的瞬间 瞬间来延续下一次的 下一集的内容这样子 那就是这一个瞬间 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来探讨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听众来讲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就是 请你再讲一下那句没解答 那这个时候呢 预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是的 是的 谢谢大家持续的关注 那就是 你可以抓住念头产生的瞬间吗 我们下次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 谢谢大家 谢谢建章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来 所以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吗 是的 是的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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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